大家好,今天是一個人發握風大四十八週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一個人發握風,一個人發握風每一個星期六 晚上九點五期,Facebook直播,然後會上載到YouTube 一個人發握風的固定環節有一個人看新聞,一個人看書,一個人在學佛 偶然都會有一隻喵鐵狗和一個人的遊戲環節 在正式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也算是進入了,大家先喝水 當然啦,現在進入了十二月,又加上已經可以恢復堂食 現在算是比較忙,無論是擺不擺錄都有相當多約會 那當然這個星期,剛好今天就冒浴到人,所以有時間上來開播啦 48,一年有五十二,都剩下四百四九五十五一五二,差不多五個星期 都沒有幾多輪可以繼續的啦 那如果我那星期沒有做,那就不好意思啦,當是錯了啦 那要說真的,今期呢就是,他們是還要來跟大家商量一下水的 最主要是因為我都在九點開播就來來玩水啦 那也歡迎大家,有什麼交流可以留言一下 看看之前準備了的 這個也是之前準備了幾期 準備了的幾期 看看這個 這裡寫國企要求員工刪VChat群組 休工作耐用軒敏感資料 這裡的國企當然是中國的國家擁有的企業 叫國企有中熱動、中石油等等的九間國企 為什麼要帶出一個新聞呢? 因為 很多人都說VChat沒問題 很多人都說VChat信得過演義 你自己可以看到的是 連 連 中國自己的國企都覺得 爬會走流風聲 或者在VChat群組裡面 有 有什麼敏感資料 都不敢 都叫員工去 刪掉VChat群組 你就可以知道 唉 就可以知道其實 是 是挺有問題的 是不是 所以 現在我 我VChat裡面是沒有 不是 對不起 我基本上我自己用的 石手機是沒有VChat的 我有一架 舊的電話已經是我們所謂的 如果大家喜歡 就把一些 不重要的東西扔過去 那裡 就有一個 就是VChat放置 都沒有什麼 更新的 基本上 都算少用了 所以 你看到 連 中國國企都說要刪VChat的時候 你覺得 你們的 資訊 還會 安全沒有呢? 你們自己想 這個就想跟大家說很久了 所以 這個也是原因 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都說 不要用中國貨 尤其是IT 那你 其他東西當然你說 煲煲餐餐那些 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 那些 日常用品 都不會聯繫到網絡 所以 有一個笑話就是 那些小米的產品 全部都會 將這些 東西 傳回 中國大陸的東西 如果你上網看 真的有很多類似新聞的 可以 OK 突然間 又沒有了 這些東西 新聞 OK 有它 然後 要說的 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 在LOOKER的網站 一個議題 對 如果大馬政府 網站不安全 那 就說我們網上網站 網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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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全 然後 很容易洩漏 說真的 就 有啊 不理事實政府 當然 裡面都提到 Jobstreet 不理事實政府 Jobstreet這些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到現在都不可以 用 2FM 不知道你們 有沒有用過 2FA 我現在 2FA 對 2Factor authentication 就是 是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就 在新加坡 FM 看看先 新加坡每一間銀行都會被派到 應該是新加坡,因為有DDS 也會派一個這樣的東西,當然現在就用碟4來取代 因為不用派2個Token那麼麻煩 直接用Apps 當然,我都聽過Google Authentic的Apps 當然,很多網民為了安全都不會用Apps 不會用這些普通的Apps 好像MaiBank,其實他們也有2FA City Bank也有2FA,不必會用自己的Apps 但無論如何是好,很多網民都會加強 比較安全 比如說,這裡就說 叫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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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Password打天下 當然,我也同意 說真的,沒有一個Password打天下 如果你有2FA幫助你 就算你的Password被黑客人知道之後 他也要搞定你的2FA 是比較難拿一點的 所以 所以是比較難拿一點的 因為 就算有人 Hack了你的Phone也好 大部分好像Google Authentic 它已經加密了 是沒有辦法拿出來的 即使你自己想拿出來 都是拿不到的 你搬手機是很麻煩的 你的Google Authentic 所以 是挺麻煩的 我不是說2FA麻煩 我不是說2FA麻煩 我只是說 用Google Authentic 來搜尋2FA 有一點麻煩 所以我自身是用 這個叫做TOTP Authentic TOTP Authentic 這個Apps 這個Apps 好處是 它可以把你的 Key Sync 進去Cloud 裡面 當你 換手機的時候 你可以 大字走 在Google Authentic 是不行的 OK,回到這裡 所以 一個Password 打天下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迷我的 再來 當然 無論Google 也好 Firefox 也好 但是Google 有Password Manager Google有Password Manager 所以它會幫你 保障你的 Password Firefox 也有Password Manager 如果你擔心 Google 你可以用 Firefox View-in 配合 配合 2FA 配合 2FA 是很安全的 因為 Firefox 手 Google 也好 就算 配合 2FA 在你自己的手 裡面 2FA 是 每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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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想 如何猜到 是很难的 所以 你会跟着时间的改变 所以 我建议 是这样 当然 Firefox 或Google 都会建议 你 都会建议 Password 如果你不可以 我可以用其他 像这个 Srong Password Generator 其实是挺好用的 所以 你可以叫它 16个 甚至乎 更长的 Password String 因为 不是你记 到最后 你都是叫Firefox 所以 它帮你记得 所以 所以 我自身的做法 就是 Bang 那些 Password 全部都寫在 一本 没有 煮 那一本 煮 放在家 就不会带出去 不知道 之前有没有说过 那 我只会 在家里使用 Isemao 你好 嗯 嗯 所以 Sensitive Bang UserName Password 是没有 online 基本上 就是偷不到 你只能 入屋 破门 找到那本 寶 前来 是 Bang 如果 那些 找公网站 没有那么敏感的 呢 就是 我用Google 帮我记字 那 Google 本身 是有 Enable 2FA 所以 就算你知道我 Google Password 你都不会 入得到 因为 你都要 另外一个 营 哈哈 唉 要做 老爸 是这样的 好 老爸 不容易做的 所以我都会服务很多 很多朋友做得很好 所以我建议 用Google 帮你记字的Password 不要有Password 天下 跟时 Bang Account 就盡量 不要记录 向 述在线 如果真的 你也是 批一个小的帮帮 用来做周全 你上高 几千元 或几百元 是拿来 给你平日 和朋友 吃饭 你要破账 给他们 或者朋友 会有分货 金钱 总之 是很小的 貓在那里出事 你都不会 損失 惨重 其他那些 应该就是 offline 他最重要的帮帮帮 可以有2FA 就盡量有2FA 就按 所以 所以 ok啊 我老婆最近开了一家 不是我老婆 sorry 我老婆最近去了打工 呃 都可以说说 等一会 我可以跟你说 我老婆最近去打工 那 那就 他就盡量了 ok 嗯 接着大马王站 是不安全呢 这个是 是我们 其实是几十年前都知道的 那 接着 这里就说 其实在起床的内容里面 就说 大马王站 是倒数最 倒数 最 倒数 最 最 不安全的 国家的 网站 但是同一时候 也是 最多 在 各 的 网站 安全上 告 结果 他就提出了问题 为什么 花了这么多钱 结果 都 排到尾 如果你知道 马来西亚国情 那你就知道 为什么 我就不想说太多了 这些是 是 马来西亚政府的 传统 所以 大家就各自 保重 我刚才说 哈哈哈 ok so ok 就说完了 这个今天想说的东西 ok 跟手 那先是朋友 这里有位朋友 新苗就问到 我和阿嫂 基本上 就 没什么咯 就是这样 连尾 都是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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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对 对 Lukas的节目 我也觉得 不错 他 有文有理 第一 第二 没那么亲中 哈哈哈 对了 不过 我觉得 他的做法是 针对年轻人 他把娱乐性融进去 就和我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那些是针对老人家 所以 就 可以走他的路 我也挺欣赏 他 回到来 就是 我老婆 就帮 这间 清水 就是 雲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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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顶 雲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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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顶 雲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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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回事 风格 反而不一样 这 就算是分店 老婆在這裏做店長 我自身正在適應她的工作 我們還在適應她的日子 不是她,她就忙到沒人沒事 我自身正在適應沒有她的日子 例如我以前吃晚餐 通常每天一餐 放一放餐就沒吃 是很規律的,不用煩 只需要定期買三或五 去NSK買些菜 就安排每天吃多少 很有規律,不用煩 就交由我老婆去煮 然後我去吃 但是現在花時間 她回了工作 然後 朝九 萬十 萬十一 或者朝八 萬十一 那 我要自己想 我要自己想要煮什麼 然後有時候 乾脆不愛吃 因為 都蠻忙的 所以 對 還在適應 沒有了她的 沒有了她 沒有了她 去上班的日子 說到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為何要出去上班 我記得也是有的 我記得應該有同一 最主要就是 我不要假財萬貫 我 萬一走出街被車載死後 我不會有幾百萬留下給她過生 所以她一定要自己 自己想辦法 賺錢 生物下去 如果她現在不做工 她蹲在家裡 純粹就 做一個王爺王 日後我不想到 她怎麼自力更生 所以我就跟她說 我不是抑催她去找這份工 只是因為她的上司回來 找回她 就沒有她現在餐廳店長的職位 這個機會我就說 你自己選吧 我不會不讓你出去做工 或者什麼 所以她自己決定 那就決定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多人都 其實很多人都很奇怪 我們 我們的 婚姻 為什麼是這樣的關係 就是 孔了出去 孔了出去 做工之後 我就真的經常跟其他女生吃飯 可能就是 不會不會 那是不是我 孔了出去做工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 跟其他女生吃飯 其實 不用這麼想 因為 因為 就算 她沒有出去 做工 也好 她沒有出去做工 也好 肯定 我還是會出去跟其他女生吃飯 所以 所以 需要這麼 特別的 不用這麼有趣的 說法 所以 對 我覺得是為她好為主 所以就叫她出去做工 好 最近的生活就更新了 今次 最近的生活就更新了 今次 今次 看到什麼新聞值得看呢 那 啊 最近Facebook就 起價的新聞很多 什麼都起 其實 說真的 我就 驚訝起價的 如果你 真的 有留意時事的話 你會知道 為什麼會起價 好像這樣的 起價新聞有大堆 所以 空爬 一定會跟著你 所以 跟著你 所以 你們自己要 早一準備好 那 我個人建議 9點半 我聽到樓下 有鎖匙聲 我以為 我老婆回來了 現在9點半 應該還沒回來了 OK 說回起價 我只可以說的是 非必要 大家都 真的 沒有去碰 任何新的 commitment 防未來的紀念 除非你說 我 沒有車 我要買車 OK 你真的 很需要買奧力結婚 你就買了 如果不是的話 是 會 加息 會成 你的工 因為一旦 加息 你的 每個月的工的錢 就會越來越多 那 你就越來越辛苦 那 人家的經濟不穩定 那 你怎麼知道 你的收入一定 可以靠到未來 不知道 那些流流 你自己去想 這麼有緣的話 你今天聽到這個節目 那 你就 自己好好 plan 到 讀得是怎麼回事 只是建議 不要做這麼大的動作 可以省多少錢 就措置 一 其一 其二 如果你不急 你措到這些錢 現金 尤其是現金的話 在未來 三年 當樓市 一塌下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 都不要說是投資 或是炒樓 就算是買給自己住 在最低的時候買 不是最好 當然要選擇最高的時候買 這個不是炒樓 問題就是 不炒你也不會選擇最高的價錢買 所以 我就是這麼建議 那 之前的節目我也說過 在YouTube有很多 打卡 有些打卡就會說到這些 廣告財經 我聽孫老師說的 所以 看到 這是最新的集 就是剛剛聽到的 全購房地產的境界 當然 不是說 未來的幾個月 是 未來的三五年會出事 所以 大家都是 保守一點 會好一點 如果說到房地產 可能有人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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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同意 其實真的 看你手 有 多少錢 那 沒有的話 就買外賓吧 但是我講 買外賓 我建議 大家去網站 按 就當買外賓 通常我建議 你直接 銀子小的人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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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拿了錢出來 就是拿著那張銀子 本身 會不下跌 比如說 美金或者 星幣 當然 美金會跌 星幣也會跌 但是 當這些跌的時候 我跌的 你出錢 我不覺得會上升 所以 保護他們 比保護自己 麻痹 其一 其二 其實 再有錢一點 你就 去其他國家 開一些 戶口 尤其是新加坡 你只需要 飛過去 人 錢過去 你幾多 十千 可以開新加坡 其實 你可以開新加坡 新加坡 然後 馬來西亞 CIMB 帳戶 那你就可以 不用 換真金 你只可以 online 入錢 你 來 share CIMB 戶口 然後 買 轉成新加坡 就把新加坡 放置 都可以 我們要 那 為什麼我這麼看好 新加坡呢 如果 你了解 新加坡 的 經濟 模式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這麼看好 日後有機會 我本身 不是 財經界的人 所以 我也不敢 解釋太多 但是我個人好看好 是有原因的 所以 我沒有 訂席 新加坡帳 都不錯 如果我們儲錢的話 OK 那 然後 新加坡帳 也是 會給你 SGD 所以 你掉過去的錢 都不錯 然後 最近 紅的 有NFT NFT 大家都不知道 有沒有留意到 NFT 這個 這個 是 威蘭 太山天下 在這集NFT 就有說到 關於NFT的事情 他又說 這集NFT 新投資趨勢 就說到 去中心化之旅 這集NFT 這集NFT 有關於NFT 交易平台 就下架了 不知道一兩個 產品 你有興趣的 可以去看 我想說的是 NFT 其實是 如果你問我 是 是 我可能是騙錢的成分 比其他東西 所以 好像 一件NFT 作品 賣7千萬美金 喂 大哥 他的作品 是好 我不否認 但是 值不值 7千萬呢 大家就要想想 畢竟那些古畫 就不一樣 你看看 那些 畢竟是 屬於文化的一部分 這個7千萬的圖畫 又不是 一個文化 始終 原為 NFT 現在 是 將 古董 不是 古董 是 藝術畫 或者 什麼 他們叫做 藝術品 走錢的方式 開義化了 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 你看現在的 奇董 卡蘭斯 虛擬 奇董 卡蘭斯虛擬貨幣 你看到這麼紅 其中的原因是 因為中國人 就用來花錢出來的 因為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過關的時候 有沒有留意到 那些海關全部Custom都寫字 例如說 OK 陳恥恥 NFT 不清楚 OK 等一下我可以回來解釋 讓我先說一下 先說一下 OK 奇董卡蘭斯 為什麼突然會紅 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為中國人很多時候 拿 拿奇董卡蘭斯 來 走資 因為 如果 你去Custom 你去新加坡 你去泰國 也好 甚至乎 你坐飛機也好 你都會看到 當你帶超過 一千 一萬 即是十千美金 同等價值的貨幣出國的時候 你就要申報 因為 它防止你 洗黑錢 帶錢走 所以 換句話說 你是不能 犯法的 當然你可以帶 但是 它是犯法的 就是 你帶超過一萬元的美金出國 如果不申報 是犯法的 不會出事 那你想想一下 中國人要帶的是幾億 幾千萬 幾億 那些 怎麼走 你不可以通過 Bank 傳播出去的 政府是不給的 因為中國政府是不會讓你 帶走的 那 所以 他們就拿你買 Crypto currency 就是最好 因為一個Bitcoin 好像是 一個Bitcoin 就 十萬元美金 所以 你多帶幾隻 你就帶了很多錢 出去 而且Crypto currency 是一連串的 String 即是 一連串的字 加數目字 英文字 那些 大堆的 所以 帶多少錢 就很快可以帶出去 甚至乎 叫大 我在 中國境外買 一個虛擬貨幣 然後 馬上 我就可以 在 美國 將它埋了 然後 在美國 轉成美金 就出去了 所以是一個 使錢 或者帶錢 離開的方法 但是 但是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不可能將Bitcoin無限的大 將錢升高 一顆現在 五萬元 你要一顆一億 一顆兩億 很難玩 所以 其實走錢 即是我們說洗黑錢 有很多渠道 其中一個 其實就是賣藝術品 即是 你那些 就是 藝術品 那應該是吹分洗錢 為什麼呢 因為 一幅畫 不管它有多少錢 但尣度在交易所上高傭一百萬 即是 投標 即是我在一個投標所裡拍賣 我在一間知名的拍賣會裡面 這幅畫曾經是用100萬來賣出過 這幅畫就有一個很正常的記錄是值100萬 因為這幅畫可以不跌 又沒什麼跌 又沒什麼 又沒得trace 因為你不會trace我家裡有一幅明畫 然後值多少錢 所以如果我花錢貪污的話 就算我貪污了很多錢 我去賣藝術品 這些拍萬幾百萬幾千萬 然後把這些畫又放在瑞士銀行 有些國家會有一些保庫 即是safety box 把這些明畫放在那裏 日後出事的時候 例如破產也好 或者被人充公錢也好 只要你能夠隻身離開那裏 你就可以拿這些畫出來 埋回出去 那你就可以 拿回那筆錢 你就可以拿回那筆錢 所以 賣藝術品用來洗黑錢或者病治的錢 是一個做法來的 問題就回到去 我都說了 在蜜蜜蜜你一定要一枚一枚賣 五十千 四十千 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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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NFT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 因為它 它是天價 你想怎樣就怎樣 所以現在你買一幅 七千萬 你都說七千萬美金 一幅七千萬美金 你要買多少Keypto currency 你知不知道 比特幣來計算的話 你買多少粒你自己計算吧 OK 你自己計算吧 我不懂計算吧 但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我一幅就搞定更大的 所以 我個人覺得NFT就是一個 虛擬的 藝術品 就是用來洗錢的 即是 以前的洗錢渠道 轉到Keypto currency 然後藝術品的洗錢渠道 現在就跑去NFT NFT OK NFT 那 這位朋友陳琦琦就問了 NFT是甚麼 不清楚 其實 NFT就寫了 Nunfungible token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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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同質化代弊 具有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獨民無而等 基本上 基本上 你 是 需要 理他 是甚麼 基本上 浮光圖好像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OK 或者 其實 其實 它跟Keypto currency很相似 它是 一個物質上高 一個物質上高 通常是 跌節得的東西 其實不是跌節得都可以的 你一幅 NFT NFT 和虛擬貨幣是不同的東西 虛擬貨幣是 Crypto currency NFT 是 另外一樣東西 當然 NFT 當你做買賣的時候 基本上你都是用 一個Crypto currency去做買賣 但是 它們不一樣的東西 原因就是 原因就是 你Crypto currency 它有一個Unit 一個Unit Bitcoin值49,000 或者 一個 Ethereum Ethereum 值4,000美元 and so on 即是 你貨幣 虛擬貨幣本身是有Unit 所以你一個Unit值多少錢 然後你擁有10個Unit 又值多少錢 它是這樣 而NFT 就不是的 因為它不是錢 它是一件東西 因為虛擬的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 呃 呃 呃 譬如畫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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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ture Rappboard Sitory OK 那 好像我這位朋友 他 本身是做 創作的 我想你都是畫畫的 是不是 那 假設你 你畫了這幅畫 先 先 假設你畫了這幅畫 那 基本上你畫了這幅畫之後 呃 只要有人看過這幅 在Online 電子的Online 去看過這幅畫之後 是不是 好像這個Image 我寫了下來 我都可以有一份 人人都可以有一份 的 是不是 那 但是 就 就沒有東西可以證明到 這幅畫是去給錢買的 還是去偷回來的 還是怎樣的 因為 就算你 在Picture 你說你買一幅畫 我要買一幅畫的使用權 我給了42元 我給了之後 我只不過是沒有這些水印 對嗎 也不是有什麼是說我買了的 你只不過是沒有這些水印 你可以用 我交給另一個朋友 那 他那幅和那幅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是分不出 到底 我是買的 還是 我是其實是朋友的 找過 而NFT 就可以為你這幅畫 做 其實 是用這幅畫 製造一個 又是一幅 一個很長的String 就是 又是一連串的字串 我們叫String 即是 一堆一和零 你可以先這樣理解 一堆很長很長的東西 就把你的名字 或者你的代號 或你的代號 日期 那些 一些資料 寫在這個String 之後 只要別人去讀這個String 就知道這幅畫是你買的 你擁有這幅畫 而 如果你抄給朋友 那你的朋友也有這幅畫 但他沒有String 那String 也沒有證明他擁有這幅畫 所以NFT 只不過是 真的 一個String 就是你擁有這幅畫 就是 這樣 當然 呃 另一個用處 譬如說 Bigger Limited Addition 對不對 Limited Addition OK 好像我們買一些 這些公仔 我們經常就說 好像這個公仔 你說你Limited Addition Limited Addition 那你怎麼知道 到底是否真的Limited 那當然 很多時候就 會有一些 Limited Addition 會寫 有一些 Number Blade 對不對 有時候會 會寫 Number One of 不是這個 Blade 例如說 有時候你買這些 Figure 它會寫 Number One of Number Two of Number Three 就是 它有100個Unit 但裡面只有 大二個Unit 或大三個Unit 它有這些Figure 但是 這些Figure 有時候都可以偽造 因為它是一塊東西 沒有實質證明的 我 可以自己做那個 不過 不記得 啊 你看 你還看 70 of 200 你看 現在是 多麼 草率 所以我可以做幾千隻出來,然後全部都是70 off 200隻 所以我可以不斷地找... 在最後怎樣證明我手上才是那隻真正的70,而不是翻的呢? 甚至乎我翻100隻,我同一隻我翻100隻,那這100隻都可以算是真正的 所以NFT因為它做的就是不可以代替獨一無二的特點 其實是用Blockchain的技術,我們叫區塊鏈 其實是...當日我看好Kryptocurrency,不是看好Kryptocurrency 而是看好Blockchain的技術,這個技術很有發揮的漸出 今次這個日後再說一筆 最主要是NFT由於有這個特性 它發生出來的東西,我告訴你 是70 off 幾多的時候,而你那隻是70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人可以再做一隻一隻出來 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出來的 所以就算日後,像這些限制版本的東西 你下面寫過這樣的東西 其實都不可以保險你的稀有度 當然買限制版本的人 通常是...當然很喜歡一回事 但也有不少炒家 但炒家你想怎樣令它值錢 就是因為它真的要很限制 但如果很容易被人抄襲的話 那就不太限制了 所以... 日後這些東西 除了用手這樣寫 隨便寫 或者做得很漂亮之外 你同時可以用NFT的技術 就是Blockchain的技術 Blockchain的技術 打造一個出來 打造一個這樣的 vature的牌出來 which is 真是獨一無二 跟著的Item一起出 之類的東西 就比較好 真是獨一無二 所以我不知道朋友有沒有回覆到你的答案 令你更清楚什麼是NFT 所以實際... 甚至乎我會建議你看這期的微欄的... 這個微欄踩上天下這一期剛剛說什麼是NFT 所以他會解釋得比較容易一點 我會建議你去看 所以... 悲觀上NFT Gipto currency的東西 全部都在花錢 你去炒 我不會阻止 但我不會建議別人去捧 我始終因為... 你可以看很多實業家 都不是靠... 炒炒賣賣 出生的 通常都是以做生意的 出生的 那... 是的 那... 今天基本上就... 講到這裡了 因為我都說過 今期是沒有準備到的 是水一期的 所以... 新聞講過一些 NFT講過一些 我自己的近訪都講過一些 那...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跳到去... 這本... 其實我已經... 幾乎 弗教徒個迷路 要可以讀回 因為現在已經... 下了45分鐘了 要給我... 啊! 1、2、2、3、4、5、7 今天應該就讀不完禁服佛教徒,一張大四張 我們要讀一個15分鐘 就好像當日我講過,我當日要做這個節目都是想跟大家分享這本書 首先必須要講明的一件事,我和大家分享這本書不是因為要宣用佛教功德 我不是這件事的人 如果你回讀之前的幾張,你都知道佛教不是功德之類的東西 只不過是你自己的哲學的理解和進修,就不是那些東西的東西 所以我不是要為這些功德之類的東西 我只是希望大家有願,對我讀的這本書讀出來之後 大家都有機會接觸到,不是接觸到 在因緣際緣之下,體應了我這本書 你對佛教有興趣去學更多 然後容易得到更平靜的人生 這是希望大家可以得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繼續這本《緊負佛教徒大四張》 《涅槃超越的概念》 《涅槃超越的概念》 根據佛教徒的說法,在他證悟成佛的一世之前 釋達多曾有無數世,作為爵、後子、大象、國王、皇后 而且其中有許多世身為菩薩 其唯一的目標就是征服無名因而得以利益一切眾生 而最終在他身為印度太子釋達多的一世 終於在菩提樹下擊敗了魔王、摩羅、抵達、彼岸、輪迴的對岸 這裏輪迴的對岸 即是你基本上就不用再輪迴了 這個狀態稱之為《涅槃》 正德涅槃之後,他在扶靠近 瓦拉那世的綠野院初轉法輪 而且終其生在北印度地區繼續教法 他的提子有比丘、比丘尼、國王、墓士、槍技和商人等等 他自己的許多親人都出了嫁 包括他的妻子耶穌陀羅和兒子羅後羅 來自整個印度和其他地方許許多多的人 都尊尊為無常之人 然而他並沒有變為長生不老 經過了長期的教法 他在驅屍那城原殖了 此時他更超越了涅槃 而到達稱之為究竟涅槃的境界 Prinivana 聖涅槃的境界 這張實態是天堂終極的假期 即是天堂是終極的假期 他問這個問題 涅槃、正午、解脫、自由、天堂 這些字眼許多人喜歡說 但少有人花時間去檢視 進入這種狀況會是什麼? 雖然我們可能認為涅槃和天堂大大的不同 可惜的是我們對兩者的特性卻有差不多的想像 天堂、涅槃是我們經過多年的繳廢 做修行功課 做好國民以後死去所到的地方 在那裡我們會碰到許多老伙伴 因為他是所有好的死人 而所有不太好的死人都在下方受苦 我們終將有機會解開生命的秘密 完成美料事宜、彌補缺失 也許還能見到自己的過去世 有一群沒有性器官的小嬰兒在空中飛來飛去 幫我們躺沙 我們有滿足一切需求和慾望的居所 作落在純規道具的涅槃民居 居民社區中 我們永不需要鎖上門槍 可能也不需要有警察存在 如果那裡有政治人物也都誠實可求 一切都恰如我們所希望的 好像極度舒適的退休住宅 或者我們之中有人想像極端巡結的白光 港大的空間、彩虹和雲霧 在那邊我們安揭於大陸狀態中 行使著神通和全知的能力 我們唯一可能的概念是和一些無法同行的親朋好友擔憂而異 瑟達多發現這些死後世界的版本都是幻想 仔細檢視的話 典型的天堂景象並不是那麼吸引人 正午也好不到那裡去 退休、蜜月、夜餐都很令人開心 但如果永遠如此就不好玩了 如果我們夢想的假期延續太長就會開始上家 完美的生活會變得很無聊 在這個世俗世界中 我們可以看偵探片、經歷片、色情片 經過一個星期的辛苦工作 我們可以在週五晚上大事慶祝 我們可以欣賞季節的改變 也可以在電腦裡安裝最新版的軟體 我們可以翻開祖母 讀到世界上所有發生的悲慘事件 幻想如果能夠和世界領袖們換一換的位置 我們會怎樣做 雖然很多時候這些單純的快樂 事實上分明就是我們的問題 相較之下 我們想像的正午是一種永不改變的無問題區域 我們能夠處理完全沒有困難的狀態 許多我們相信構成快樂的元素 像是驚奇、成就、意樂等等 我們都不會再有 Rap 歌手阿姆的歌門文 肯定會厭倦天堂的縮琴音樂 他們會想聽他們充滿裝畫的新專輯 如果我們接受書本上正午的定義 那就無法欣賞懸疑片了 我們全知的能力會毀掉結果所帶來的驚奇 暴力的電視遊戲或賽馬場的刺激也不再會有 因為我們早就知道哪匹馬會贏 暢心不老是另一個時場被拿來描述 正午或者天堂的特質 一帶我們抵達了起雲端的新居 就永遠不再會有死亡 因此我們毫無選擇只好一直活下去 我們被困住無處可途 我們擁有一切夢想所有的除了一個出口 驚喜、挑戰、滿足以及自由的意志 因為我們再不需要拒絕 檢視所有的狀況從我們目前的觀點來看 正午是一個終極的無聊狀態 但我們大多數人不嚴格地檢視 對死後來生的描述 我們寧可讓他模糊一些 只是概約地想像他是一個完美的最終棲息之所 我們所渴望的正午是永恆的 類似一種永久居留權 或者有些人認為他們會擁有凡日沒有特殊能力 類似本尊或高等眾生的身份會來參訪 他們會享有天使豁免權 如同擁有特殊護照的外交官一樣 而且因為豁免權和高位階 他們認為應該可以安排簽證 引導親人跟著回去 問題來了 如果這些新愚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也許他們會想著某種人人注目的古墨 導致其他天堂眾生側目 天堂會不會在乎呢 如果所有好人都能取得天堂或獵盤會員卡 那以誰的快樂版本為標準呢 不管我們怎樣定義他 每一位眾生究竟的目標都是要快樂 難怪天堂或正的定義中快樂是必要的部分 一個好的死亡來生應該包含終於活得了我們一直努力想要的東西 一般而言人民眼中的天堂景象是活在於目前所類似的系統中 只是它更加精密而且一切順利得多 我想說的是很多人想像有一天我成仙上天堂 其實跟現在是沒有分別 除了天堂內心想事成之外 沒有不好的事情發生之外 其實和你一樣 如果天堂我不敢說 那是西方的說法 但是如果學佛法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 你就很麻煩了 因為佛法是不講求這件事的 如果你正式學佛的話 你學到最正確的佛法的話 你會知道其實你不是要尋求快樂 要尋求這些東西 相反地你要尋求一個 什麼 如果你知道了之後你就會明白 什麼都沒有的世界 基本上你不需要任何東西才會尋求 你不需要任何東西才會尋求 如果你需要任何東西 無論是快樂或什麼都好 你都不會得到這麼正讀的 OK 下一個細節 快樂不是目標 我們大部分人都相信心靈道路究竟的終極成就 只會在一生結束的時候才能到來 我們被一些不單不純潔的環境和身體所困住 因此必須死亡才能夠完全成功 只有在死後才能體驗到神聖或證悟的狀態 所以在此生中 我們最多所能做的事就是準備 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 都會決定以後到底去天堂還是地獄 有些人覺得自己已經沒有氣蒙了 他認為自己天生邪惡 不良善不配天堂 他們注定要去下界 相同的許多佛教徒 理性上知道眾生都和喬達摩佛陀一樣地具 有相同的潛能和相同的本性 然而感性上他們覺得沒有足夠的忍德和能力能獲 准進入正悟的金色大門 至少一輩是不得的 但對昔達多而言 究竟的安歇之所 不論是天堂或裂盆 根本就不是一個地方 而是從無名的外衣中解脫出來 如果你一定要指一個實質的地點 可能就是你現在坐下的地方 對昔達多而言 那是在印度比哈省一棵菩提樹下 墊了一些枯燥吉常草的平台石板上 直到今天 任何人都可以到該地參訪 昔達多所說的自由是無條件不受限制的 靠著一個人的勇氣、智慧和精進 可以在此生中正德 沒有任何人不管不具備這種潛能 包括困在地獄中的眾生都一樣 這裏我稍微插一插我自己的解釋 其實這句話就是 人人都可以聖法 我們經常說的 放下陶刀落地聖法 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沒有拿著陶刀 其實這個陶刀的象徵意 就是你所有一直煩熟的事 煩熟的所有事 包括這裏所謂的無名的外衣 其實就是你所謂的陶刀 只要你放下陶刀就可以聖法 所以昔達多就說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聖法 就是這個意思 昔達多的目標不是要快樂 他的道路並非夠夠印度快樂 相反的 他有一條直路的通道 通達痛苦的解脱 妄念和迷惑的解脱 因此裂盆既非快樂 他超越了一切魚緣的概念 裂盆是直正的 所以我們叫做直正裂盆 什麼呢? 諸事無上諸法無我 直正裂盆 就是這個了 直正裂盆是直正的 昔達多教導佛法的目標是要讓 傑克這種因為怕蛇而痛苦的人完全解脱 這表示傑克必須從意為自己不再受蛇威脅 而得到的位置中超越出來才行 他們必須了解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有蛇 本具存在的痛苦之群 所以這裏 我覺得很多 很多 學得不好 甚至乎是有心誤導的人 這裏 釋達多是說 你不可以馬上帶一個不認識的人 入道 會嚇死他 某個層面 如果你再聽到之前的節目 就會說到一個傑克驚蛇的故事 因為他們未足夠的領悟了解真相 所以暫時用一些可以了解的東西 帶他們入門 而很多 騙神騙鬼 甚至乎我會說到 或者是誤導的 他們就真的將 那些佛教信徒 永遠留在那個層面 即是騙他們 騙他們 即是你上不了天堂 你成不了佛 如果你不做這些 不做那些 不捐錢 不成 所以 騙他們 永遠停在那個位置中 所以 如果你看到這裡 你還認為 捐錢可以成佛 或者我讀這個書 和大家分享 是要有功德而成佛 那 這層面上真的不讀了 所以 我始終認為是 可以這樣做 但是很多人 就 有心無意地 錯誤地帶領那些人 我們可以說 只要了誤真理 就會帶來正誤的成就 根據了解真理的程度 我們在正誤的階段上 進展 這叫做菩薩的政略 如果一個孩童被戲劇中的恐怖怪獸所驚嚇 我們可以帶他到後台去看卸妝後的演員 除去他的恐懼 相似地 如果你能看到一切現象背後 並了誤真理 你就會解脫 即使這位演員只拿掉了面具 恐懼壓就相對減少了很多 相同的 如果一個人局部地 了誤真理 亦就會有相應程度的解脫 挑黑家可以從大理石中 挑出美麗的女人 但她應該有足夠的了解 不會和自己的作品墮入情網 然而如同希臘神話中 葛格梅利安 泰克梅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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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了自己創作的雕像 加拉泰基古加拉提日本 我們自己創作出朋友和敵人 卻忘記他們是怎樣來的 由於缺乏專注力 我們自己創作的夜轉化為堅固而真實 而更糾結於其中 當你完全了悟 這一切都只是你所創作的 而不是 不只是知識上的了解時 你就自由了 我自己畫了重點 我們自己創作出朋友和敵人 基本上就是 大句諸法無我 他們是無我性的 很多時候是我們定義的 他們是甚麼 他們就沒有說 我要成為你的敵人 或者我要成為你的朋友 是你自己畫的 好了 停了一個sabdite的 終了多久 看看 又一個中了 好 買一個sabdite 我們就完成了今天的節目 拜六的陷阱 佛陀有位堂底 叫做蘭陀 他深深地愛戀他的某一位妻子 他們相互迷戀 日夜難分難舍 佛陀知道堂底從者 在鎮人沉溺中醒來的時候 已到 於是乎就前往蘭陀的宮殿黑城 因為蘭陀一直看著造邁 造訪者通常被遣走 但佛陀有他特殊的影響力 許多世以來他從未說過謊言 因為這個功德的緣故 佛陀具有說服力的力量 當警衛通報佛陀來到大門市 蘭陀雖然百般不遠 卻也只好從他的外巢中起身 他覺得至少應該迎接他的堂卿才是 就在出訪門前 他的妻子而佛陀沾濕墓子 在他額頭上畫了一個圈 告訴他必須在佛陀翼乾釣前回來 但當蘭陀出去供養時 佛陀要他去看一個非常稀有奇妙的東西 蘭陀試圖找藉口不去觀光之類 但佛陀堅持亦去一定要去 於是乎兩個人來到一個住著許多猴子的山上 其中有一隻特別倉路兒 瘦骨鱗鱗鱗的獨眼母猴 佛陀問蘭陀 你的妻子和這隻母猴誰比較靚 蘭陀回答當然是他的妻子最靚 而且描述了所有他的不是日之處 一談起蘭陀先想在額頭上的口水 唾液早就乾了 他非常想要回去 但佛陀堅持拉他去鬥鬚天 在該處見到數以百計的美麗女神 以及堆積而生的天堂珍寶 佛陀問到你的妻子和這些女神 誰比較美麗 以為蘭陀曲身而回答 比起這些女神 他的妻子好比一隻母猴一般 佛陀於是帶蘭陀去看一個 由珍寶美女和時衛所圍繞的無人寶座 震撼之而蘭陀問誰錯在那裡 佛陀叫他去問眾女神 他們告訴他 在人間有一個叫蘭陀者 即將出家成為比丘 由於他的善行 他將投身於天界 成為寶座的主人 我們將會再次服侍他 立刻蘭陀就要求佛陀為他剃道 回到人間蘭陀成為了比丘 佛陀叫來另一個堂弟阿蘭 告訴他 要所有的比丘們不同蘭陀說話 要他們無論如何都要避開設物交往 因為你們的發心不同 因此你們的見地不同 行為一定不同 佛陀說的 你們尋求的是證物 而去尋求的是快樂 比丘們恩怡都避開蘭陀 他變得孤獨而傷心 他告訴佛陀被毀起的感覺 佛陀要蘭陀和他一起出去走一趟 醫會他們來到地獄界 看到各種折磨 肢解悶死的景象 在這中有一個巨大的鐵鍋 地獄小鬼環繞其周準備事後 佛陀要蘭陀問一問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回答 在人間有一個叫蘭陀 現在是一個比丘 因此為如此 他將上天界做一段很長的時間 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然而因為沒有斷除輪迴之根 他會過分沉迷於天界的享樂 而不尋找更多的善業 當功德套盡時 他們就會直下此窩中 我們就等置諸屬他 於是蘭陀先了解 他不只是要遠離不快樂 亦都要遠離離不快樂 蘭陀的故事說明了 我們是如何沉溺於享樂之中 跟他一樣 當更好的快樂出現時 我們就馬上吊起快樂 看到了獨眼後 讓蘭陀加強了妻子最美麗的感受 但當他看到眾類神時 就會毫不遲意地把他拋棄 如果正不知是快樂的話 某種更好的東西出現時 他亦都會拋棄 即是說你也會拋棄正面這件事 所以建築於快樂之上的人生基礎是脆弱的 所以 學法的人都知道 真正是會知道 其實我們不是真的要找快樂 而是我們找一個境界是沒有快樂 亦都沒有不開心 我們人類總用自己的情況來想像靜悟者 想像一位虛構的靜悟者 模糊地站在遠方 比起現前活生生會呼吸的靜悟者 離特容易 因為在我們心中 如此的靜悟者 除了聚足人類所有最好的品質之外 一定是非常了不得 他有超人能力的特徵 說許我們有些人認為 非常努力可以終究得到靜悟 但心中有了這種崇高的形象之後 非常努力可能代表幾百萬倍的奮鬥 以及犧牲所有好玩的東西 這些想法可能在我們寧願去想 才會浮現 大大部分時候 我們也不想誤願去想 因為實在太累了 當我們看到 去除一個世俗的習慣 犯有幾難事 證悟師傅是要不可及 如果我們連煙都解不成 那又怎能解除貪親切的雜氣呢 許多人認為 我們必須委託救世主或上司的人 來替我們做淨化的工作 因為我們沒有信心能達人督做到 但只要我們對相互依存的真理 有正確的訊息 加上一點規律來形容它的話 這些悲觀的想法 都是不必要的 所以 好了 今天就讀到這裏 快樂的陷阱 基本上 這篇真是挺好的 說真的 知道 學法是很難學的 說真的 要正 也不容易 因為 道理就是在那裏 一開宗明 我也說過 世事無上諸法 無可直接裂判 這篇 會說 已經交代了所有事情 但是 知而行難 我們來說 好像我知道 我也知道 坐在我面前的靈女 總有一天都會露她 總有一天 結婚生疾之後 就會變成大肥婆 忘年婆可能 我不是說什麼 當然 我也會露她 眼前的 所以 我也經常說 我修煉得不夠好 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 沒有讀完這些書 或者什麼 其實 我看完這本書 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做的事 已經學完了 只不過 是怎麼做得到的 所以我經常 不同意那些人說 我去深山修煉學佛 其實 說真的 你去沒有這些誘惑的 情境下 修佛 你當然沒有人挑起你這些 慾望 你可以說我成功了 但是 一旦你出來城市 你看到美女 看見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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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望 你會先守得住 這才是 認證到你到底有沒有修成 一定的 發海 說得自己多厲害多厲害 只能讓人遇到美食 令射精 我不是說 他被適應 而是 他很好 執著於要修 這個 這個 武害人的妖魔 其實 都是一種執著 是一個 所以我们不应该执着,如果你们明白佛学 所以我绝对反对说要病自修行 相反地应该要直接面对 你说,约女吃饭,我是高兴的,我也希望的 现阶段我只能做到的就是我修行 我修行只能变得上心 好像这几天都相当之放肆 因为拜四晚约了女儿吃饭,拜五后早会约到朋友吃饭 昨天我又约到朋友吃晚餐 但愿意,今天我什么都没出到我家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觉得任何悲哀,或者孤独 我仍然是很享受的,我现在一刻 所以我觉得,要慢慢去修 你读完一本,你都不会修成的 因为真是很难去证悟的 你明明都不等同于你做得到 所以佛学的东西是 真的要慢慢修炼 但不等同于你要修炼三十年 就会比一个修炼三十年 就会比一个修炼三十年 完全全是你到底有 有计划到多少 你有 你有 你有多少 不成意决定你 有多快可以到达 OK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如果你在Facebook看到这个视频 你觉得有些意思 可以去YouTube那边看广告 打上我一堂课 也可以 有时间的话,留下言 和我说一说你的说法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很希望下星期我也有时间做节目 说完剩下的一章 不知道在今年内 可不可以说完这本书 可以的话 在今年内 说完一个禁法教图 我们可以再看其他书 再继续修炼 我觉得三法印学完之后 可以有更多工作修炼的东西 或者不断加强你的想法 想不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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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真的是这样 你也知道我 很长期 很多时候说要完完完完 但就不舍得完完 就是这样 好了 真的下星期希望见 下星期再见 无论如何 我都希望在今年完之前 再做什么一百节目 总结今年的过去 跟大家再取下水 有缘再见 拜拜 拜拜